各位李隋世仪丹与香港会在市场合作 会对香港市场发展提供更努力的支持和保障 在商业环节开始之前,要我们少许收集 可以正在15分钟休开始 请大家注意时间 另外,欢迎各位向我们的工作人员提出理论 包括意见,我们会交付中市里的理解 我们正在来一个考试微信 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休息15分钟 我们就10点钟重新开始 很高兴能够见到各位领导 各位朋友 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企业呢 从01年开始 从01年开始 主机领导研发第一段 我们这个研发阶段呢 应该说是往前提的话 我们是从98年开始 也就是那一年的时候已经基本上 把托三技术搞出来了 所以才注册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比某企业的 注册时间要早一年 那么我们现在才开始真正的做寻常 也就是前期准备的阶段比较长了 但是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呢 取得了38项的发明专利 在羊奶这个领域里面 在乃山羊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在全中国是最强的 在羊奶的加工技术里面 我们在全体店里面是最强的 这就是企业的盖矿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古城结构 这些容易怎么就不看 这个羊奶的行业的介绍 这个羊奶的行业的介绍 给大家说一下 一百年前中国没有奶牛 我们中国人 包括亚洲民族 我们的第二百元就是羊奶 所以羊奶是非常适合于 我们亚洲民族 这是它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动物店 孤独动物 动物店有一个 自然规律 母体的体重 和乳质中的颗粒的大小 成正面 一个标准的亚洲乳性的体重 五十五公斤 一个标准的 沙当奶山羊的体重 五十五公斤 这是来源于 这是所以 因为这一点才导致来说 羊奶是最适合于 人类的 第二百元 它有它的体重性 那么我们现在 亚洲人喝牛奶 大约有百分之二十 不适应的体重 要让它不在这儿 腹脏腹腺疾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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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 但是一天的人一边 大约只能跑出一个 不适合于羊奶 这个不适合的人呢 反正就是连鸡蛋啊 这个动物蛋白都不能摄取 这是中国乳业的第一把交易的 郭成祥教授 给他们提的 祥 骨钙 和羊奶 他在咱们公司 工作了四个月 这个 这个 关于肯定的意义的话 社会的意义 营养意义 产业意义 市场意义 这有很多 今天 汇后的需要的话 我可以给大家拿 知道 就不可能追溯了 羊奶就不从人群有一个细分 是吧 英语人嘛 好 是说 过去呀 老陈孔 家里孩子如果 取买 牛奶是对我活的 就得养给羊 这是中国的老成本 所以 老爷爷的乳业 他的吸收率 能够达到90% 而牛奶的吸收率 只能达到30% 这就是 专家所说的 三杯 牛奶 才能定一杯 羊奶 到了 他说要是人的吸收来算 女性美容 位为 位数王军传本 有 苗花 长饮羊乳 摄入猪子 就经常喝羊奶的人 皮肤像英读人一样 不干效果非常好 气候率高 牛奶不耐酱的人 就可以喝羊奶了 专家 都要去喝羊奶 公众市场 现在大约 羊奶的生素价格 是羊餐品的生素价格 基本上是奶酪和鲜奶,不过三个鲜奶 大约它的价格是牛奶的三到七倍 这个就是咱们,我刚才说的咱们在好一层地位 但从乳品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在全球我们也是最强的 一部分是加乳洋奶泡,主要在欧洲,二品山周围 这个方面的话,我们已经研发完了,我们也三天也出了 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市场的原因,所以没有大力推广 第二个是加乳洋奶粉,这个人比较传统 现在像西部,包括原来山东,山西,陕西,甘肃,一些地方都生产这个洋奶粉 这个技术基本上是公开的 第三种是加工脱散液体洋奶 第四种是加工发酵中的酸洋奶 第五种是利用洋奶加工冻钻,脱散洋奶粉 我们在这里面,应该是有一个绝对领先的地方 你像洋奶、洋奶粉,这个全球我们是独家发酵 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生产 但是我们的技术全部都搞完了 酸洋奶呢,今天有很多晚带的几下 但是它应该是低温保存的 我从大人带到这儿吧,始终高温了,喝起来不太美费了 这个脱散液体奶呢,今天也带了一起 也就是这个盒装的,发盒装的这个 现在这些都有了 洋奶粉这个有手段形成功做的 所以现在只有用,可以这么说吧 只要牛奶能做出来的产品,我用洋奶粉全都可以做出来 这就是一些专利啊 我就给大家讲一块,这一块的东西就行了 我们这十几年都做了些什么 我们从牧草的引进,到奶山羊成种的引进 到奶山羊的成种羊的促环技术 到这个利用成种羊来改良当地羊 包括它的炸鱼技术,包括食料的配方 包括鲜奶和冷藏技术,包括远程运输三羊奶的这个技术 包括脱散技术,冷农塑技术 羊奶和空位的设备,三千里远程低成本 这个一个是运输的距离要远,它身边有个保鞋 第二个的话呢,你要把那个成本给掉下来 所以这是一个距离成本,来到食杨奶的加工技术 所以这一块我们应该做了大量的工作 主要是把整个的羊的一个产量,从头开发到完 它包括,它包括很多的羊排盘加工羊排素 这个羊肝加工羊肝零物液,零物胶囊 包括羊出炉籽加工洗化用品和美容产品 包括羊粪加工有机肥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 在一个产业面上,我们从头出到位 好,马上就完了 那我们合作过的专家,顶级专家大概有四十多位 这个企业的组织架构,我们就不讲了 这个企业的组织架构,我们就不讲了 管理团队也就不讲了 这是基力计划 我们从去年,11年开始做市场做了一个两千多万的产值 两百多万的利润 今年的阿盖宁做一个一千多万的利润 五千万左右的产值 阿盖宁利润都翻五番 产值都翻三番 想说就是这个样子 有点资金介入的话 再接下来,延续五年,反而我们有点很多问题 因为市场基本是空白 从我们的技术情况来说 五年之内我们不动技术方面 超过我们的反复性不大 本次呢,希望到阿盟来就交各位投资商 融资融个二千万,三千万,五千万都行啊 大家要是对我感兴和我们的关系 我觉得呢,一个呢,我们要给这个投资者 一个,怎么也不能低于百分之三十的这个回报 这个,一部分给大家分点这个,分红现金嘛 一部分给大家的一些国权的激励啊,进步啊 咱们,咱们,就是,行程合力 一块把这个世界做起很多大 谢谢大家